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這個5月18號的更新吧 那5月18號的更新呢就是 這是聖岩池喔 是五星神官麗安娜 聖岩池他的他不一樣就是說你抽這個聖岩池呢 出現的肥料全部都是四星 全部都是四星 沒有3.5星 就是一律都是四星 然後呢再來的話他必須要150片 才可以保底 就跟那個奧黛特一樣 所以說呢這個就是要多花一點點這個紅寶石喔 然後呢再往下看後有這一個 莉安娜 奧黛特多羅德亞的旅人故事 再來的話呢限時 引導後這個好像每一次都會有那這一次的是這個兵劍萊歐尼爾 末路路跟這個 妮可啦 好那再來的話呢新增的禮包這個我會特別看喔 平常我不會看這次我會看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一次只有新增莉安娜的養成禮包那這個養成禮包是每一次新角色都會有 就是台幣170塊付費紅寶石 60 然後有這個35個 極品經驗值堅果大 那還有200個這一個角色的這個精導師 那就這個樣子而已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到禮包呢 因為呢我現在 大家知道我都沒有在存紅寶石嘛 然後又經過上次的那個事件啊 就是兩個禮拜前喔 他那個圖片標錯 通知寫錯 竟然都沒有補償 所以我就不想課金了 那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 我沒有存紅寶石 所以我現在只有929 那929呢也就 也就是只有30抽 所以說呢我現在 對我的運氣不是很有信心喔 飛藍天空也很飛 然後呢這個奇路里人最近也很飛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轉運 好 那就當作是我要保底啦 那我還要120抽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原本想說這次是聖延池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 紅寶石大的這個優惠活動 但是 看起來他新增的禮包只有一個養成禮包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2690塊 等於說是買差不多 1000加150 40抽 我覺得最划算還是之前 那個 活動禮包啦 就是買1000付費 送1000免費 紅寶石 那個就比較划算 但是呢 如果是說按照 這個通知上面沒有寫到 沒有提到這個禮包的話呢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還要買個 三包吧 如果說啦 如果說啦 我運氣很差 要150保底的話 那我現在我只有存900 所以說 30抽 150-30 等於120 那這樣子三包的話呢 喔 我要花大概 快8000塊 才會有一隻這個 莉安娜 好那莉安娜這隻角色呢 她是 原作的女主角 的 原作女主角的 不知道是 妹妹還是 姐姐 應該是妹妹啦 他們兩個並沒有這個 這個 血緣關係喔 那莉安娜呢 她是約瑟夫大主教的女兒 然後呢 原作歐菲莉亞是約瑟夫大主教收養的孩子 那他們兩個就是 應該是情童姐妹啦 這個樣子 那後來呢 就是長大之後呢 要去做一個這個聖火的儀式 不過呢 就在這個時候呢 約瑟夫大主教病倒了 作為女的這個莉安娜 當然是很擔心啊 所以說歐菲莉亞就 看在眼裡 就決定 她要代替莉安娜 去執行這個聖火的這個儀式 所以就 踏上這個大陸去旅行了 她就變成了這個 歧路里人 歧路里人的其中一位喔 好那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不過呢 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莉安娜 你那麼強喔 她是目前為止呢 有這個復活技能的 那不過呢 在Game8的網站上面呢 她的評分普普通通 9.5分 然後另外 作為補師是T2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輔助是T3 但是不管怎麼樣 她的技能還真的是 真的是蠻想要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她的天賦覺醒的 這一個 飾品喔 這個真的是大佬才會有吧 好 冰屬性 冰的這個攻擊力上升15% 然後呢 自己 HP HP恢復效果提升15% 這個對很多補師都很有用喔 那 我目前想到HP恢復上升 的五星角色 應該就是 這個 米羅德了吧 米羅德真的是一隻 這個 非常好用 就是陪我長大的這隻角色喔 我們來看一下 米羅德HP恢復技能強化 20% 20% 所以說 這個米羅德的這個補血量 真的是超方便 現在打王 打王幾乎 就是 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都要帶這個米羅德喔 好然後呢 就是 再來的話 他有一個專用的飾品 是 消費HP 減輕20% 那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在兌換所兌換吧 不過大家應該抽到150抽 應該就是會繼續 再換一隻那個 這個 利安娜出來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技能吧 首先是這個 全體恢復 這是基本的 再來是單體的 兩下的這個兵攻擊 好然後呢 再來是單體的這個 降悟空 然後呢 鼠攻 悟空 都會降 單體的 好然後呢 再來是單體的兩回合的這個仗 就是兩連仗 那同時會降低兵耐性 這個戰啦 如果說跟這個 索菲亞 還有他的話呢 那這樣子打下去之後呢 哇兵耐性就可以降到30%囉 好然後呢 再來是全體的三連仗 這個也是不錯喔 然後還會下降速度15%喔 好然後再來是 全體補血 補血之後呢 喔 鼠攻跟鼠防還可以提升15% 這個是好方便喔 又補血又提升鼠攻跟鼠防 超讚的 就是 有的是那種 又補血然後又緩緩恢復 這是又補血又增加鼠攻跟鼠防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很方便喔 反正這個打boss的時候啊 順便補血然後順便提升buff 哇這個超讚的 然後呢再來是這一個 哇他也有全體的三段的這個兵攻擊喔 然後呢還會再降低 物攻跟鼠攻 哇同時降兩個屬性的這個攻擊 喔這個 跟一些其他那個 可以降攻擊力的這個角色搭配的話 那這樣子應該 就可以把敵人降到這個 這個30%囉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 大兵攻擊三段 雖然說威力比較弱一點 但是他的這個debuff蠻強的耶 然後呢再來是這個 我方單體 物攻鼠攻 15%提升 兩回合 重點是說 如果說當你用boost買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 物理攻擊回避一次 這個還蠻特別的 不過這只有單體啊 這個並不是說什麼什麼前衛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呢就是 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原作的特雷沙商人 他的那個緊急回避 不過這個只有一次而已 那這個可能是要 戰略使用 最後面的話呢就是 他的這個最大的特色 單體復活 復活量是最大HP的25% 然後呢戰鬥中可以使用三次 可以使用三次 所以也可以一個人同時復活三次吧 對不對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是目前 第一隻有這個復活技能的這個角色 然後呢我們來看他的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的時候呢 這個也是不錯 跟那個米羅德一樣 就是當他受到這個攻擊的時候呢 會攻擊量的這個4% 恢復SP 然後呢在前衛的時候 衛 我方後衛全體 HP會自動恢復 這個 這個也是很棒耶 他站在前面的話 後衛的後衛會慢慢回血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超級讚的 因為本來他的定位就不是要用來什麼打的呢 所以他的攻擊力低也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 這兩招都還蠻有用的 一個就是 恢復自己的SP 然後呢 另外就是 站在前面的話呢 後衛會慢慢的回血 好 所以說呢 這隻角色 真的很想要玩喔 不過 好吧 我們就是 這個更新之後呢 就抽抽看 抽抽看 這個 目前為止 有復活技能的 真的是很想玩玩看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那就期待明天更新吧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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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